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中國外交部 在今天凌晨時份 發佈了一篇新聞稿 這篇新聞稿內提到 要對蓬佩奧等28人實施制裁 實情這份新聞稿的發佈時間都有點巧妙 其實就是等到拜登宣誓就任所謂的總統之後半個小時才發佈 換言之 在這個名單上的28人 全部就已經不是官員 而是回復普通平民的身份 所以現在制裁這28人就不是制裁美國官員 而是制裁美國市民 至於第二宗消息 就是拜登上任的第一天 馬上就簽署了17度的行政命令 這個當然在數字上就非常誇張 我們稍後會分析一下 到底會對於美國和世界造成什麼影響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一下中國外交部的那份新聞稿 到底那個所謂制裁原因是什麼 外交部就說 在過去幾年 美國一些反華政客 出於一己政治私利和對華偏見仇恨 妄顧中美兩國人民的利益 策劃推動實施了一系列的瘋狂行徑 嚴重干涉中國內政 損害了中國的利益 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亦都破壞了中美關係 中國政府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 堅定不移 中方就決定 在涉華問題上 從而嚴重侵犯中國主權 負有主要責任的28名人員 實施制裁 他們自己都說到是人員 而不是官員 好了 究竟在那個制裁名單上有哪些人 很多都是為人熟悉的 除了蓬佩奧以外 還有 白宮貿易顧問 Peter Navarro 納瓦羅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 奧布萊恩 助理國務卿史迪威 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 衛生部長亞澤 國務次卿克拉奇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 以上這些就是剛才卸任的官員 有些已經辭職 都是遭到制裁 包括有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 以及前首席策略師班農 一共有28人 好了 到底制裁內容又是什麼呢 那麼加勢黨28人 原來 外交部就說 這些人及其家屬 將會被禁止入境中國內地 和香港澳門 而他們以及相關的企業機構 亦都會被限制和中國打交道 做生意 講到很厲害 實際上對於這28人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現在被制裁的28名人員 根本上由頭到尾 他們的政治取態都是對華強硬的 已經注定在他們卸任之後 都回不了頭了 他們就算說想跟你中國做生意 你本身中國看到這一群人的人名 都不會讓他們入場 是不是 所以你說要限制他們跟中國打交道 做生意 其實你限不限制他 制不制裁他 當大陸的企業看到這28人的名字 都敬而遠之 怎麼會侵他玩呢 所以 這一方面的影響就不是很大 有些分析就說 因為這個制裁就不單只牽涉到那28人本身 還包括了他們的關聯企業和機構 所以這28人 將來在美國的商界都沒有運行 沒有人夠膽請他 因為美國也要跟中國做生意 這個說法其實也有多少自欺欺人 正如我剛才說到 如果一家美國企業真的要跟中國做生意打交道 他首先就不會請這28人 其次的就是 現在美國商界根本上就是對於特朗普的團隊 要搞政治清算 尤其是為這28人剛剛才在特朗普政府卸任的時候 那些商界一向都不會請 你叫他都不請 因為他就是要孤立這群人 他就是要削弱特朗普的政治能量 所以你制不制裁他 其實美國商界都不會怎樣請這群人 所以現在外交部說要對這28名的人員實施制裁 其實就無非叫做擺個姿態 以及對於過去那四年的一個總結 就是一個總的政治報復 至於外交部 等都等到拜登宣誓了 成為所謂的總統之後半個小時 才發佈這篇新聞稿 用意就很明顯了 就是要看清楚整個形勢 就是真真正正確確保得到 拜登真的上台做總統 沒有任何懸念 這28人真是卸任做普通的市民 等到他們沒有仇報才是報復 只是他不會早兩個星期搞這招 因為方主 蓬佩奧仍是掌權的時候 不知道他會有什麼應對 可能蓬佩奧會急速踩油又不行 現在沒得踩了 所以大陸就是要等到這28人不再掌權 沒有招架還擊之力才是動手 但是老實說現在 金融制度也好 銀行的體系也好 其實都是由美國拍板 美國打息 所以對於這28人來說 影響就應該不是很大 最多不用人民幣 最多不用微信支付 支付寶 還有杜曉滿支付等等的功能 可能這群人本身這一輩子都沒有用過 禁止他和他的家屬入境中港澳 正如葉劉華說的就不去 不去就沒有損失 所以 其實制不制裁這28人 名義上就可以 實際上的效果就應該不大 對於現界的美國政府來說 這些外交部的制裁措施 其實對他們來說是沒有任何影響 他也是制裁前朝官員 更何況就是 那群民主黨人都恨了政治清算特朗普的親信很久 分分鐘看到外交部的這篇新聞稿 他們掩著半邊嘴笑 難得有人出手 去弄一下你 所以 現界政府就無動於衷 完全沒有反應 好像坐在那裡吃花生看大戲 這些心態其實是有問題的 這28人你不要說他是什麼都好 他也是美國人 是不是 他制裁你的人 原來你不用說話 那你有什麼體統 是不是 接下來就講一下拜登 拜登 一上任就馬上簽署了 17度的行政命令 這個數字上 是很誇張的 你一上任頭幾個小時就簽了那麼多 現在又不見了那些左膠 或者部分不妥特朗普的所謂爭取民主的人士出來刺拜登 在四年之前 特朗普運用他的總統權力簽署行政命令的時候 有一群這些人 就走出來 不斷抹黑特朗普 就說特朗普是一個獨裁者 他濫用總統的權力 繞過了立法機關的同意和監督 達至他個人的目的 什麼都說得出的 四年之前 一路說一路罵了很久 這班人 好了 現在拜登一上任就簽了17度的行政命令 我真的想問那些左膠 那些KOL 現在你是不是要公道一點去評價 你一是就站出來 批評拜登獨裁 他也是獨裁者 他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一天就簽17度的行政命令 是很誇張的 特朗普做四年以來都沒有一天簽17度的行政命令 那你拜登是不是獨裁之霸 那些人出來說幾句 又或者 如果你想修正你的立場的話 你至少要向特朗普總統 說一句道歉說話 你當日是不是罵錯他 罵錯了四年 這班人 沒有 說完就算 這些就是不公穩的評論 這些就是對人不對事 我不會批評拜登獨裁 我就會檢視一下 到底他所簽署的這17度行政命令 是什麼內容 你才來作出一個評論 你不是說行政命令就是獨裁 根本上都是找來講 當年也是找來講 這個是總統的權力 如果總統什麼權都沒有 就不用選總統 是不是 虛涵 普怡 魏滿皇帝 這時候這個是美國總統 所以那班人真的是垃圾到不得了 你出來說話 那些人不見了 為什麼 罵拜登獨裁 不要說那班人 說回拜登這17度行政命令 到底他是要簽什麼呢 其實 那些範疇都很廣泛 第一度行政命令 要求大家都要戴口罩100天 從聯邦政府機構開始做起 那這些就叫做 沒所謂 戴口罩就對了 問題就是 跟著下去的那些 很多都是 看到你眼睛都凸 第二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 帶領美國 重返世衛組織 現在那個世衛組織 千瘡百孔 那麼多腐敗的情況出現了 又當看不到 然後又繼續 去為錢給這個 世衛組織 你重返他就是你要交會費 是不是 特朗普總統也很好 一說退出 你會費都說你 真的不交 反正都退出 是不是 你現在走回去回頭的時候 你不就是又科水給這個 譚德塞總幹事 那你有沒有改革到 世衛組織 不提的 這些是無條件重返的 而且也是漠視了中國的因素 中國在這些聯合國核下的組織 已經是站穩了陣腳 大陸搞那些所謂的大撒幣外交 使得他有很多阿非拉的友好國家 你一表決的時候 每次都是中國的陣營那邊贏 美國那邊都不夠票 你現在又走回去 對嗎 還有就是 關於巴黎氣候協定 拜登又說要重返 第一天就馬上要重返 這件事我都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對於美國的工業 製造業 能源業來說 是會有很大的衝擊 因為你一返回這個 巴黎氣候協定 你就要馬上遵守 就算是有減排的措施 是沒得等的 中國就不同 因為中國 他說目前還是發展中 所以去到2030年的時候 中國的排放量 才是達致封值 即是未來的10年 他還可以大量排放 美國就要開始減排 你一加入的時候 就要減排 這個對於美國公不公道呢 特朗普總統就說不公道 所以就退出了 你現在又走進去 其實就會影響到 很多美國工人的就業情況 大家看著來就知道 接下來這一年半載 應該是會看到的效果 根本上這科技術 就不是搞環保 如果你真的搞環保 全球一起減排 是不是 怎會有些國家還可以增排 有些又要立刻減排 所以這些就不是叫做搞環保 而是搞政治 他裏頭還有很多項 的行政命令 其實就是跟難民的議題有關 包括了什麼 廢除特朗普總統任內 有關於非法移民的行政命令 停止興建美麥邊境牆 暫緩利比利亞的人 強制離境的行政命令 以及就是推翻特朗普總統的 其中一道行政命令 就是不再將那些無政移民 從眾議院那個 在一個值次分配的人口普查當中 剔除 那就是說 那些 眾議院怎麼來分配議席 就要計算這些 非法移民 所以你的心意就很明顯了 為什麼要收那麼多 來自中美洲的移民 你一收他的時候 他肯定對你民主黨人 感恩戴德 是不是 因為你收他回來 這些根本上就叫做什麼 另類中票 當然不保證100%他一定會投回民主黨 但是投回你的機會都很大 你歡迎他進來 萬一整個總統共和黨那些上去 是對他不利的 所以你這樣選下去你怎麼選 就算讓你用回紙本投票 或者是很均真地點算 其實共和黨都很嚴重 因為共和黨在難民議題上 取態就很保守 不要說難民 移民都保守 你現在民主黨人就收了那麼多這些人 然後原來眾議院席次的分佈 就要包起來 你肯定選贏的 很多區都 為什麼不見左膠 KOL 走出來 批評拜登半句 大陸的新移民申請下來香港 那些人就呱呱吵 現在看到別人這樣的情況 就當看不到算數 這些人就是雙重標準 和虛偽 所以這樣搞下去的時候 到底特朗普總統時期的政治遺產 還能夠持續發揮的效果多久呢 比如說關稅的議題 或者是中美貿易協定的議題等等 我們就是要持續這樣看下去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